第九十九次 好 让大家准备一下 好嘞 迎安平标局大掌柜 于建平 第九十九次得标归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柳兆洪 总统府侍卫队长 现在我怀疑有药犯藏在安平标局 药犯 你不必知道 你只要配合我们搜查就行了 这位官爷 我安平标局虽然干的是刀头舔血的好 乾隆 是时候演唱好戏了 向来遵济手法 从不为非作胆 只有我们抓歹人绝不会藏歹人 是吗 再说了 您又有什么证据搜我们标局 承越 有队长秉公执法啊 这安平标局都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竟然也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以前呢我就是听说 今天我终于眼见为实了 陆秦龙 你说什么呢 我是说啊 以前我就是听说 今天我终于眼见为实了 你再说一遍 住口 天龙 人家自己家的事 你多什么罪 听我说 这位长官 安平标局一百七十七年历史 我相信他们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 对 对 三爷说 今天是我们于大掌柜金盆洗手的好日子 你们来捣乱 就是跟我们金门各大标局过不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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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过了今天再说 谢谢三爷 柳队长 我于建平行得正 坐得端 从来没做过犯法的事 承恩 把后院的女眷都叫出来 让官爷们进去搜 好 嗯 既然今天是于大掌柜的大好日子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撤 撤 上 不速 师父 急事已过了 再找个好日子 跟大家赔礼道歉 过了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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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啊 刚才贯奸来了 还闹了点误会 所以啊 错过了这个及时 恐怕今天就不能经理隐退了 所以啊 我们只能昨日再说了 各位请回 请回报对不起啊 于大掌柜 真扫心 告辞 告辞 告辞了 谢谢 谢谢